没有人敢扯这么大的谎言哪 要不是眼看着你们即将做出 违逆人轮的事情来 我们根本不忍心告诉你这个事实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寻找了二十多年的亲生父亲 就是你 没错 我是你父亲 小雅 爸爸对不起你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这个事实 不接受 妈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小雅 她真的是你爸爸 是我一直阻止她跟你结面 因为姥姥太爱你 她不想你被带回记家 我们更怕你 承受不了爱上自己亲弟弟的事实 可是今天 你们竟然要谈到结婚 我不能不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啊 我不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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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相信这些 你们都在骗我 我死也不要相信 我不要相信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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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吹着点 醒来小雅 你们两个一个冲动一个盲目 怎么就是劝不听呢 小雅 你把那份亲子监听报告收拿给他们看吧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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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为什么要这样与怒我们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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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 小阳 对不起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突然之间 我刚才所说的誓言 都成了笑话 都是个笑话 全部都是笑话 兴蕾 兴蕾 放开我 兴蕾 放开我 臣现在还没有诛成大错 我们是逼不得已 才告诉你这个事实的 为的是阻止你跟兴蕾这个错误的感情 看你痛苦我心里更痛 我不相信 这不是真的 小阳 兴蕾 小阳 小阳 放开我 放开我 小阳 放开我 回头吧 爸爸求你了好不好 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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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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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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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来 星磊 你别冲动了 星磊 你冷静点啊 星磊 星磊 放开我 星磊 星磊 当初大家反对你们在一块的时候 你就应该惨刹车啊 你自己执迷不悟 害苦了我 别害苦了你自己 你有能怨谁呢 我还能怨谁 我喜欢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 到今天我才知道我自己是多么的滑稽 来 来笑我 全世界都笑我 来笑我呀 好雷星磊 是我们上一代的错误造成了你今天的痛苦 你就怪爸爸吧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居然爱上了 爱上了自己的亲姐姐 好笑吗 可气吧 笑我 来笑我呀 不会的 不会有人笑你的 不会的 星磊 你冷静一下 不要再扯门自己了好不好 星磊 星磊 其实 别再安慰我了 再度言不由衷的满围 只显着你们也很可笑 星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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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不能再看 我 晚上 请 你 怎么 你 晚上 你 姥姥 小杨知道 她是继柏海的女儿了 我就知道瞒不住 小杨还是得 承受这个痛苦啊 小杨 你别这样 你这样姥姥看了会难过的 你们为什么都要瞒着我 我不要 我不要成为继柏海的女儿 我不要 我不要 姥姥也不愿意 姥姥也不愿意你是继家的孩子 小杨 你永远都是方家的人 现在 你终于知道 为什么我和姥姥会反对你跟心灵交往 为什么我们要你嫁给李刚 如果当初 你嫁给了李刚 平平安安 顺顺当当的 就不会有今天这些事了 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 如果你们一开始就告诉我这个事实 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了 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呢 小杨 小杨 我真的没有办法 再不说出来 他们就要戴上戒指了 可是我觉得自己好残忍 我像个龟子手 我知道 你也是不得已呀 李刚 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你对小杨 真的是无怨无悔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只觉得喜欢一个人 就应该这么做 心灵 你可回来了 你把奶奶都挤坏了 孩子 好孩子 这 不要理我 这 怎么回事 这是 他知道小杨是我女儿了 我让开 妈 妈 星雷 妈 星雷 我的好孙子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呀 我们一直不敢跟你说 就是怕你跟小杨想不开 奶奶知道 你今天特别伤心 你伤心 你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妻子 可是星雷 你又找回了一个 十三多年的亲姐姐 这不也是值得喜欢和高兴的是吗 啊 星雷 怎么样 小杨情绪有没有好一点 怎么会好呢 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跟她说什么都没有用 纪伯海 你还有脸跑到我们家来 你看你把你的亲生女儿 害成什么样 出去 你给我出去 我要跟小杨道歉 我要求得她的谅解啊 嗯 小杨 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啊 你赶快开门 你听我说好吗 你说呀 你是有话跟我说对吗 我倒要听听看 你会怎么跟我说 小杨 当我知道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以后 我是真的很高兴 可是最难过的是你跟心里的关系 本来已经决定了 这一辈子都不说了 只要默默在背后关心你就行了 可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也许是天意吧 我是真心希望你当我的女儿啊 认我这个爸爸呀 你说你是真心的 嗯 最从我认识心里以来 你就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 我现在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那天你来医院 对我的态度转变得那么亲情 因为你那时候就知道 你知道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原来你是一个这么现实 这么势力的人 要我认你这样的人做父亲 我做不到 我知道我错了 我当时的确太冲动了 才会对你产生那样的态度 希望你能谅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 不过 我绝对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哪 我不要做你纪薄海的女儿 当你的女儿 只能证明我跟心里的爱 是见不得人的 我现在恨不得死在你面前 要断这一切 小阳 怎么样 有没有见到儿子 见到了 儿子性格真好 人体贴又亲切 你有什么事吗 季太太也看见我了 发了好一大顿脾气 差点把我赶出去 幸好心雷出面 帮我解了围 我这是想见见我的儿子吗 他为什么不能容我 要是把我给逼急了 别怪我把真相说出来 这可不行啊 你得替儿子想想 我们能给他什么呀 待在季家 他才能有好日子过呀 这 行了 我买了点铺耳茶 你把它送给儿子 也算一份心意 姜妹 我得提醒你 要有什么想法 你一定要忍着 千万不能冲动 那样要坏了儿子的一生啊 小阳 你开门好不好 小阳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怪我当年倔强 我怀了你 却不肯去季家 让你认祖归座 才会造成今天这一切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会遇到 我季家的儿子 小阳 你出来吧 别让姥姥跟你妈着急呀 你开门 让我看看你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芝琪 芝琪 小阳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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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阳 妈 妈 妈你别这样 妈 我不怪你 为什么我们的命都这么苦 我真的很痛苦 我爱心了已经爱得这么深 我不能回头了 妈 妈 明依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小阳 小阳 你别这样 妈 小阳 你还有我跟姥姥 我们都会陪着你 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的 知不知道 一定要好好的 真是冤孽 冤孽 我跟姥姥 你 你 你来干什么 你儿子闹得还不够吗 你给我回去 让我进去 小阳是我的孙女 我早就忍不住了 她是我们季家的孩子 凭什么不让我见她 我进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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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你 小阳 我想你 是奶奶 小阳 小阳 自从知道你是季家的孩子 奶奶一心想把你接回去 认足归宗孩子 小阳 难道你不认奶奶了吗 小阳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啊 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只顾着你自己 当年要不是你隐瞒事实 今天会把小阳和星雷 你拉下水吗 害得他们陷入这种姐弟相恋 万劫不复的境遇 我这是想弥补我孙女 弥补被你夺走的二十多年的亲亲 二十多年的亲亲 那你们当年是怎么对待至亲的 你还有话说 为了报复渤海 至亲坏了孩子都不说 你们真忍心 就这么瞒着 害得小阳跟你们颠沛流离 你保证了说 你专宝了她的大好前程 那不要再说了 对于当年发生的事情 我到今天都明白 都理解 我到今天都明白 都理解 对她 我只有同情跟不舍 那奶奶呢 奶奶都这么大年纪了 天天盼着你回家 我不会回季家的 我不稀罕你们这个冷漠现实的家庭 我的家就在这儿 这里有爱我疼我的 妈还有姥姥 虽然日子没有你们家过得好 可是这个家很温暖 我以后只想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小杨 小杨 姬老太太 请您给她一点空间 不要再逼她了 也请您老人家 还我们一个清静 请您的 文灵 心里去哪儿了 可能还在餐厅吧 妈急巴巴的一个人上了方家 你的意思呢 也想认小杨吗 她是我的女儿 不过就算妈亲自娶了 恐怕也是徒劳无功啊 妈 您回来了 妈 您见到小杨了 结果如何 那孩子 边计的可以 对我们计价 充满了怨恨 不害 他是你的亲身骨肉 不能让他对我们 有这样深的怨恨 我担心 他这样排斥我们 我们永远逝去这孩子的 不害您想想办法 妈 您心只想着小杨 那星磊呢 这次的事情 他也受了很深的伤 既然小杨不愿意回来 您又何必这样坚持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 妈太偏心 你听听 你媳妇说的什么话 反正我现在说什么 做什么 您都觉得不对 您是不是已经 不把星磊放在心上了 文玲 你说话收敛一点行不行 妈现在是又气又急 这是你跟妈说话的态度吗 妈 看看 连你也容不下我了 方知情已经跟徐子文分开了 带着女儿自己过 她在等什么 我不会笨到看不明白 她不是明摆着在等你吗 好啊 趁这个机会 把他们母女一块儿接回来算了 朕伪玲 你放心 我会退让的 我终于理解 当年方知情的心情 你和妈 只在乎自己的需要 你们母子太自私了 在你们面前 我再努力都是没有用的 你听听 你听听 她说的什么话呀 这是 谁 二十多年 我为了维持一个完美的形象 为了讨你们的开心与赞赏 我一直追求完美 努力再努力 可终究缓不来你们的真心对待啊 我实在是太累了 我实在是太累了 不想在这儿撑下去 无灵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什么 这些压力都是你自找的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那我也没办法 是 你也没有办法 这就是你的回答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迁就这一切 二十多年了 我不该再忍下去了 我不该再忍下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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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爸 你回来了 在干什么呢 在贴洪霜喜姿啊 漂亮吗 漂亮 勇威啊 最近有没有常去星雷家 一切还顺利吧 当然顺利了 这次啊 我肯定能和星雷结成婚 这两天 我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 你知道吗 方小杨 是星雷的亲姐姐 勇威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 前两天我去记家 纪伯伯接到星雷的电话 说要跟小杨私奔结婚 纪伯伯在他们戴上戒指前的 最后一刻赶到 你可以想象 方小杨在知道事情之后 他和他母亲的脸色 惨白的 我实在是无法形容 我内心的痛快啊 勇威 你是说 你妈也在现场 当然在场 连季妈妈也在场 事情怎么会演变成 这样一种局面 小杨 你现在好吗 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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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是呀 是我 姜梅 我老乡从南方带了点普洱 我给你也泡了一杯 让你尝尝 经理 你怎么了 没事 一点加力的事 是新的情意 就是养肃的事 我不是 我 我 你 真的 茶很香 谢谢 在家里过得不顺心吗 要是有什么难过的事 要想开点 如果你愿意 就跟我说 我的意思是 说出来 心情 也许会好一些 老闷在心里 会闷出病来的 要是你不愿意说 也不勉强 那 我先出去了 姜梅 请坐 啊 反正这事 迟早都会传干 告诉你也无妨 我最爱的女人 竟然是我的亲姐姐 你说荒不荒谬 你说好不好笑 可最荒谬的是 这个事实 并不能打散 我心里头对她的思念 我放不下她 我甚至有种念头 干脆带她远走高飞 到一个没有人 找到我们的地方 不 你别担心 我没有这种勇气 你知道吗 我不敢回家 不敢回家 因为我没有办法 面对我的家人 因为我恨我爸哥奶奶 为什么种下这种祸因 为什么生下我 为什么要让小阳 是我的姐姐 为什么让我跟小阳 相爱全不能相守 你知道吗 我跟小阳从小就认识 分开了二十几年 才有重逢 我爱她 我真的很爱她 对不起 对不起 可是现在 过去美好的一切 都成了所有人的笑柄 我好痛苦 我干脆死了 不可以 你不可以心短 这可是命运的错误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是弄错了 也许你们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啊 你在说什么 你在干什么 季太太 你为什么来这里骚扰星雷 季太太 现在都已经盪了这个节骨眼了 你给我住口 你给我住口 出去 季太太 你走 你理智点好不好 她只是听我诉苦的人而已 她什么都没做好吗 妈 我已经很烦了 请你不要再无事生非了好不好 为什么你连个肯听我诉苦的人 都要刁难呢 你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吧 好吗 小杨 她还好吧 折腾了两天两夜 总算睡着了 情绪比较稳定了 只能靠她自己想开了 农场那儿帮她打个电话 再多请几天家 我去行李宗盛 睡着了 这么晚 你觉得她是一个大事 我来说 这对女人 是你的小杨 你不是个小杨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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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个小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 许医生 方婶 来来来 快去里面坐 来 请 快坐 谢谢 前两天我出了趟差 一回来就听说家里出了大事 我放不下心 就一早赶过来了 志愿 你没事吧 小杨怎么样 小杨受了很大的打击 都是我的错 才害她跟辛雷 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季老太太来过了 她坚持要让小杨认阻归宗 也不管小杨愿不愿意 我真的很担心 我还是要失去我的女儿 我不想 真的不想 至今 没事的 我是不会让他们欺负你们母女俩的 再说 小杨已经长大了 他有他自己的主见 我看这事 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你要坚强 小杨还靠你支撑着他呢 小杨 小杨 徐叔叔 徐叔叔来看你了 小杨 我和记家的事 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 我们隐瞒这件事情 完全是为了你好 事到如今 我想明白了 我妈之所以 这么阻止我跟新李在一起 是因为她想保护我 以后 我会把河新李的灰 锁在心底 我要为我妈 我老了 我为他们好好地活着 他们这么疼我爱你 我不能自暴自棄 小杨 妈 徐叔叔 我不能跟你们说了 我得去农场工作了 那里的工作不能落下 而且 手上有事情做 才不会胡思乱想 拉拉送你出去 永威 他好吗 还是老样子 你的离开 并没有使他软化多少 他一心 想着要跟新李结婚 那你辛苦了 都是自己的孩子 还谈什么辛苦 就像你 也会为小杨 付出一切的 不是吗 至今 你回来好不好 好 这是什么 芝青 你这是 你没有想过 最近发生了许多事 永威还是那么倔强 这是因为她对我 依旧不能信任 甚至 她也不相信 你可以全心全意地为她付出 可我们当初说的不是一回事 你不要提离婚两个字 这已经是超越我的理想 我是不会接受的 不行 子文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我已经明白 这世上最不能割舍 最应该珍惜的 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份情 亲情 友情 爱情 既然如此 你就应该珍惜咱们这份情分吧 如果我不珍惜你我的情分 那外在形势并不是那么重要了不是吗 我想陪小杨 渡过这一段 痛苦 难熬的日子 会是多久我也不知道 或许几个月 也可能几年 就因为这样 我不能耽误你 我于心不安 芝琴 谢谢你这段日子的等待 最爱我的人 是你 我希望你可以幸福快乐 我也求你 可以完全地放开我 让我安心 芝琪 芝琪 季妈妈 我是来看星磊的 进来吧 嗯 妈 永威来了 奶奶 季伯伯 你来来来 永威来来来 坐 坐着 坐着 奶奶 你还好吗 那天看你这么激动 我很担心呢 好孩子 奶奶没事 我真的很意外 没想到 星磊跟小杨竟然是亲姐弟 奶奶 您一定很震惊吧 我回家想了想 很同情小杨的处境 想到我之前对他那么坏 我就很惭愧 你这话说到奶奶心坎里了 一想到小杨从小到大 在外面吃苦受罪 我心里就难过 你说 他妈跟他姥姥 怎么这么狠心 让他这样受折磨 就为了那点自尊吗 奶奶 今后小杨 会改姓搬回季家吗 奶奶想啊 小杨是季家的孩子 当然要改姓回季家 这才是对他最好的安排 这孩子也妞 奶奶都急死了 奶奶您放心吧 我看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小杨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他一定会答应回到季家的 奶奶 那我先去看星蕾了 你这态度变得可真快啊 居然夸赞起小杨来了 那是永威 善解人意 懂反省 对了 好好劝劝心力 鼓励鼓励他啊 您放心吧 季伯伯 那我先上去了 好 好 你坐在身旁 微笑不说话 午后的阳光 温暖着连强 还记得你 我期待着 带着梦想 无际的飞扬 一边唱歌 一边在晚香 一路走到太阳回家 我们一起 远不在海边 幻想着明天 遗忘了世界 当中吻盘 向你的脸 依然没离不远 我们一起全身在海边 幸福能不见 是我仍然 爱我仍然 心想着 我永远 我永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